我们来对这个瓜木尔T73这个电条进行一个终极测试 首先我们来连续三趟的3D测试飞行 看它这个实际表现出来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后面我们再进行连续四个连续五个的起落飞行的一个连续的测试飞行 我们来看看这个电话 昨天我们飞行转速是3330 今天我们把油门曲线加到了83% 应该在3500的转速左右 转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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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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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